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上集我们说到 杰克遭到了赫拉克勒斯十二灾恶第一夜仗的重击 然而杰克却没有受到重创 仅是脱旧的他 似乎变得更加亢奋 迅速治好自己的肩膀之后 战斗进入新的篇章 愉快的劳动能治愈心灵的创伤 第一幕既然已经结束 那么接下来 第二幕就此开幕 这一次 杰克直冲赫拉克勒斯 二人瞬间陷入激烈的白刃战 杰克以灵巧的身法 避过赫拉克勒斯正面的锋芒后 直接将蝴蝶刀投掷而出 就在赫拉克勒斯努力这一波攻击的时候 杰克无缝前接顺发密集的匕首语 却被赫拉克勒斯全部击飞 此时刚刚的蝴蝶刀 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旋转飞回 持取赫拉克勒斯的后颈 赫拉克勒斯一个要子翻身再次躲过 紧接着匕首语带领 然而这一波漂亮的组合攻击 均被赫拉克勒斯化解 近战无果的杰克在拉开距离后 再度使用远程投掷攻击 并不断变换攻击位置 战局就此陷入僵持之势 这种僵持却没有持续太久 赫拉克勒斯在击碎蝴蝶刀之后 放弃了防御栖身而上 踢着左臂受伤 大幅缩短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并无法去追重击杰克 杰克却以不符合人类运动 常理的角度一跃而起 下一秒直接在众人的惊呼中 悬停于空中 这还是属于人类的力量吗